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挑选和使用家庭切菜刀 挑选的第一步 首先看刀型是否是你喜欢的 一般切的刀有两种 不锈钢和全钢 那么我们来听声音就晓得它的硬度如何 比如我们手上拿的这把双刃 听它的微生很脆很长 那么说明这个刀的干活是很韧的 那么第二步就是选重量 大概就是我们家庭用刀一般都不会很大 因为不是专利使用 它使用的时间没在我们专利处手使用的多 说实话这个是 那么第二步就是它的人口 一般我们家庭用的话要摘点东西切点东西 那么它的人口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 如果你人口太厚的话呢 你切用也不好切 如果你人口太薄的话呢 你开东西就卷口 或者是裂口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选家庭用刀的时候 人口要合适 我们这个刀是三毫米厚的 从这个位置你看 它一直慢慢从三毫米慢慢降 慢慢降 降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刀口位置 那么它大概是在一毫米 它是个坡度 这个样子的说你用的刀 它才能有说第一锋利第二持久 接着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先开这个冻鸡腿 在家里面来说的话 一般你就开了鸡 开了牙齿 开了排骨 来冻鸡腿 鸡腿 开的时候我们也说 前期后载的刀 家庭里面大家记得 不是拿前面开 用后面开 手把刀捏紧 一定要捏紧 芝麻在两边控制刀的方向 这样也说我们用后三分之一的部分载下去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你看开完之后 我们来开整个鸡的断面 很光滑 那么紧切的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里选了一块五花肉 五花肉最不好切的 有些人说的是筋筋 这个是不是筋筋 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看 锅根没用 来 切一下这个泡泡 这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不好切的位置 来 你看 切一下 很轻松 是不是 紧接着我们再来切一个 就是肉皮子 这些切这些瘦肉 这些都完全有点问题 我们紧接着来切肉皮子 你看 切下来之后 我们来切一次 紧接着我们再切个萝卜 来 开片 这把刀 因为它是全钢 它每个位置 钢和都是一样的 那么理论上来说的话 你就是磨到这儿 你还就是剩一溜 它也是同样的锋利 一把好刀 真的是可以传承几代人 把它删承几代人 把刀段 干净 都不断